最近,柯柯被小伙伴拉下来看剧的水,硬是被安利了一部名叫《沿喜攻略》的剧,当看见于正的名字,老是说柯柯是嗤之以鼻的,但是默不开小伙伴的面子,看了几集之后,柯柯笑了,真好看,毕竟是第一次见这么致表象能守的女主,看起剧来真的是如沐春风,但是剧里的人物很多,皇后,黄贵妃, 这非纳贫的,真是让人头大,不知道同看剧的小伙伴有没有这样的感受,似乎是弄不清人物之间的关系,今天呢,柯柯就来跟大家梳理梳理主要的人物背景,想不到他们和环珠格格、甄嬛传、宫、如意传等影视剧中的A是同一人呢? 先说说皇帝,严禧攻略中会出现两位皇帝,分别就是雍正和乾隆这一对父子,但是看看影视剧中的这两位的形象,真是让人傻傻分不清楚,而在严禧攻略中,占据大量主线戏份的女主角魏英洛, 原形为孝依纯皇后魏家世,家庆帝生母,也就是环珠格格中的令妃哦,难怪如此有心机和手段,狂克帝后CP的苛刻,被复查皇后牢牢牵粉,孝贤纯皇后复查世世乾隆帝的元佩迪后,更是清朝第一贤后,而另一位季后,就是乌拉纳拉氏, 童年环珠格格里那个一言不合就掌你巴掌,关你禁闭的恶毒皇后,在严禧攻略中有蛇诗慢饰演,开头还是贤妃,后面指定的黑话,严禧攻略李肖张白虎的高贵妃,左和如一转,钟童瑶饰演的高熙悦,又人形是慧贤皇贵妃高家世,而在剧中窜夺高贵妃的佳嫔,左和如一转,钟心直磊饰演的金玉岩, 又人形是书家皇贵妃金家世,是四阿哥永成的生母,严禧攻略中的阿严佐和如一转的海澜又人形是于贵妃科里耶特世,也就是环珠格格中午阿哥的生母,小燕子的婆婆,听闻后期剧中将上线的陈碧中和如一转中李庆饰演的韩香剑,又人形是荣妃和卓氏,也就是环珠格格中刘丹饰演的湘妃佐, 剧中唯一让柯柯秀到一丝丝激情的纯妃,对皇后关怀,但是心思有些深,她和如一转钟虎可饰演的苏丽云,又圆形是纯慧皇贵妃苏氏,而且偷偷告诉你,夏宇和的圆形也是纯慧皇贵妃哦,复查皇后的亲弟弟复衡, 也许攻略中由徐凯饰演,妻子是苏卿扮演的尔情,又下,有种说法认为,环珠格格里的尔康和公所珠林中路易饰演的恒泰原形,就是复衡的儿子弗龙安, 因扶龙安娶乾龙皇四女和硕和家公主,而戴娇倩饰演的醒戴正是和硕公主,子卫也是格格, 童年里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不仅仅是皇后,还有容嬷嬷,虽然在《引起攻略》里变了样, 但是,柯柯还是一眼就认出你了,在《引起攻略》里方安娜饰演的真儿,中,是贤妃的心腹侍女,身份基本等同于环珠格格中的容嬷嬷, 左,如意传中周迅后期的是女容佩,又,也是由容嬷嬷演化而来, 《引起攻略》,比宋春丽幼儿和如意传乌军梅幼依饰演的是乾隆的生母孝盛宪皇后扭护陆世, 大家更熟悉的形象是环珠格格里的太后老佛爷左依,雍正朝时的封号是西贵妃, 就是孙丽饰演的甄嬛娘娘,中,公所珠莲女主角莲儿,左耳, 袁珊珊是,也是她,看起来,也是一个狠角色, 看完这份任务攻略,相信追剧的你能更容易看懂延企攻略的剧情, 也能更早的了解到人物生平, 剧里复长皇后丽宝于贵人的子嗣, 或许是知道自己要转世未知化了,